很難的東西喔 但是在我心目中 其實G0V就是一個 在台灣最分散式 最去中心化的組織 對 所以十周年可能是一個起點 讓這些新的工具有機會 在G0V裡面更有效率 或是真的能夠在真實社會 幫助到更多人 那我們今天的工作其實是這樣子的喔 這些概念啊 一個人可以走得很遠 但是一百個人 可能可以一起做更有影響力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的做法是 讓資料 讓這些新的概念 這些新的名詞 被更簡單的被大家知道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這個slack裡面打web3這個頻道 然後就可以進來看到 今天大家一起共同編輯的結果 那這是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那下一件事情是這樣子的喔 十周年 十周年到zero 會有一些小小的活動 10月21號在台北方舟 晚上會有一個 跟這個web3相關的組織 這些人呢 都不是那種非常商業的 那種非常賺錢的這種行動喔 都是討論關於web3 怎麼去幫助公共財 或者是公共性的議題 我們會有一個這樣的小討論 那禮拜六 在這個就是在中間院嘛 那下午isabelle會主持一個panel 那這個panel有可能是這個dao 這種去中心化治理啊 這些新工具 怎麼樣在台灣社會被落實的一些討論 這是在社創中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有一個小小的討論會這樣子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11月 在Mid Taipei G0V到zero 會有一個panel 那也是 其實跟海外有一些聯繫 然後會有一些 更遠的未來更多的討論這樣子 那可能是跟impact certificate NFT啊Dao的治理相關 但是這些名詞 很難 但是都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能夠理解這些事情 才是能夠應用這些工具最好的開頭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slack的頻道 叫做web3頻道 然後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討論 歡迎大家一起來共編 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謝謝大家 接下來是志浩的始終元活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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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